櫻桃鴨肥美Q彈 无论是片成鸭肉还是做成卤味 我都很喜欢 而宜兰礁西呢 这座复合式养鸭厂 用自己养的櫻桃鸭做成卤味 鸭翅膀肉质紧实 又吸薄了卤汁 还有充满嚼劲的鸭舌头 一吃就让人顺指回味 而另外呢 老板还发挥了巧思 用富含油脂的新鲜鸭蛋 做成蛋糕 口感是扎实 又兼具奶香和蛋香 游客到此呢 不但可以和小鸭们互动 还可以品尝鸭料理的美味 超刷炊的冰镇鸭卤味 以及蛋香味十足的鸭蛋糕 和鸭蛋卷 无论大人小孩 都难以抵挡的美味 全拜园区这群 活力饱满的小鸭子所赐 让游客体验一下 和传统的养鸭肠 跟现在的养鸭肠 差在哪里 这里的鸭不需使用抗生素 因为这里是人道友善饰养 含起自己养了鸭子 赖长盛脸上难掩骄自信 养鸭至今超过50年的他 除了坚持人道友善饰养 还不忘兼顾环抱 树木草最遭人的诟病就是 空污跟水污会测 废水嘛 我们利用那些排泄物 去把它做一个循环共生 层层进化层层利用以后 再排出去 这样不仅没有忽养鸭 而且可以利用那些排泄物 也在转换各式的经济作物 营造良好的养鸭环境 赖长盛的养鸭厂 还做起食农教育 用自制的鸭卤味让欢乐的鸭园 挑出料理的香味 鸭子是老板那试料他自己调配的 所以他的翅膀跟舌头吃起来 口感不一样 应该有比较大支 而且它很有弹性 它吃起来很有弹性 很Q 将新鲜的鸭翅和鸭舌 汆烫后泡入冷水 保持肉质弹性 再分别放入特调的卤汁里 并按照比例加入药材配方 这个比较油 这个比较不油 舌头比较不油 所以我们就把它分开卤 我们卤汁最主要是 有加姜跟米酒 然后还有加我们的独门配方 就这样 强调要吃鸭肉的原味 这里的卤水选择不添加过多的香香料 保留最天然的鲜味 冰镇过后的鸭翅棒 外皮Q弹有劲 剥开细骨 紧实的肉质拉成丝状 散发淡淡香气 送进嘴里 在口中越嚼越香 另一排鸭舌头 不同于一般市面上的卤味 鸭舌吃来肉质丰富 又带又嚼劲 一吃就让人欲罢不能 对 它们的肉质比较多 也比较Q弹 对 然后就是也蛮香的 对 很入味 除了招牌的鸭卤味 这里还有一道人气团购美食 凌镇过的叉烧樱桃鸭胸 油亮的鸭皮和厚实的鸭肉之间 夹带一层薄薄的油脂 不带腥味 品尝最天然的鸭肉香 好吃啊 肉质盘都蛮Q弹的 跟外面比起来 不会干干彩彩的 浓郁的鸭肉香 让人吃了还想再吃 而这一颗颗浑原饱满的鸭蛋 也是农场里不可错过的美食料理 但其实它只有它蛋黄那个油 它软磷子很高 其实卤蛋很简单 卤蛋只有加米酒跟酱油 将鸭蛋水煮后 锅壳清洗倒入卤汁 起锅后还得静置一个小时 确保鸭蛋入味又不失原本的弹性 鸭好的时候还要再闷一个小时这样子 就可以起锅了 要再闷的原因 要让它入味 咸中带甜的卤汁 盛进鸭蛋 就连Q弹的蛋黄 也带有淡淡的卤香 就好像比较Q弹 然后有一种特别的味道这样子 老板还发挥创意 马鸭蛋融入糕点料理 不过这个点子对糕点师傅来说 却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一般外面很少人拿鸭蛋来做蛋糕 老板当初找我说 我们来用鸭蛋吃看看 我也觉得怕怕的 因为从来没有做过 刚开始也丢蛮多东西的 就一直试啊 不断尝试 除了试想挑战自己 更希望能把鸭蛋糕的香气 送到客人嘴里 终于赖文强逐渐掌握鸭蛋的特性 最后才做出这个 以全鸭蛋制作的鸭蛋糕 要它就会变成消泡消太多的话 就蛋糕起来就不会漂亮 后来就改成 直接用全蛋下去做 会比较好操作 由于鸭蛋油脂比一般鸡蛋丰富 因此初期打发 也得仰赖搅拌机不作 接着再混合迪迪面粉 以及胡椰奶油 做成的面糊未经烘烤 就已经有蛋蛋香气 这个饰料是老板自己调配的 跟外面的鸭蛋比起来 外面的鸭蛋腥味比较重 这个鸭蛋没有腥味 混合蛋香和奶香的面糊 平平整整倒入模型 烤制60分钟 出炉后的成品 颜色黄沉沉的 光用炭的就很诱如食欲 鸭蛋糕外表看起来蓬松 以入口口感却很厚实 我们特色我们不使用添加剂的话 它比较扎实 不会像一般的蛋糕 那里面松松划划的 难得一件的鸭蛋卷 面糊中同样加入整锅的鸭蛋全蛋 用料很实在 在煎锅上压扁摊平 随着奶油脏气 卷成一条细长的美味 冷却后的鸭蛋卷更加酥脆 鸭蛋的油脂也发挥作用 让口感更加均实 一口咬下酥酥脆脆 层次丰富充满浓浓的蛋香 这个像奶香味比较重 远远就闻得到它的味道 外面超市我怎么买的 知道说那是蛋卷 但是味道可能没这么香 但我觉得奶香味蛮重 很好吃 小朋友也很喜欢吃 那你觉得蛋卷吃起来怎么样 很好吃 开放饲养环境 让大人小孩都能吃的安心 赖长盛用心照料鸭汁 在每一个细节处的讲究都回馈到客人嘴里 第一个这里的鸭汁树 它不使用东西主要是东西蛋白 所以这边的鸭肉没有市场上的鸭肉跟鸭蛋的腥味 也让他们体验一下说跟鸭汁亲近 让他们了解鸭汁的成长行性 赖长盛耗费四年时间精心打造鸭园 让游客尽兴游玩之余也能大爆口福 让它的鸭园成为宜兰的人气景点 欢迎回到北凡大探索 宜兰大同是著名的茶香 这家餐厅将自家茶园栽种的茶叶 做成一系列的茶香特色料理 像是招牌菜蜜香红茶熏鸭 就是用在地的圆山鸭子 以自产的蜜香红茶卤制之后再进行烟熏 咸香中又带有茶味的鸭肉 吃起来超耍水 另外还有用红茶绿茶做成挂包皮 包裹三层肉花生粉 和客家普菜的茶香胡咬猪 不仅咸甜适中还能吃出心意 很有特色 因为自家种感觉都比较不一样 所以会吸引我们想要来吃 知道这间餐厅是很有介绍的 然后他们都一直来这里吃 然后说吃起来很清爽 而且很有特色 所以我就来这里吃吃看 真的不须指明 让客人赞不绝口的茶香料理 无论是蒸煮油炸还是严薰菜色 走的是重口味路线 却还能坚固清爽 因为你在外面吃都会比较像油腻 就看起来说什么 放一些调味太多 我就觉得来这边吃 还觉得很清爽 利用茶香去油解膩的特点 做出一系列茶叶大餐 这一口清新的茶香 就来自老板林成伟家中 经营多年的茶园 我们目前是第二代经营 从我爸爸开始是 目前是40 大概40年了 然后我们目前就是以 有机茶为主这样子 放眼望去一整片青绿色的茶园 这里就是林成伟一家经营将近40年的心血 当年他和哥哥一起从父亲手中接棒 即使挑战不断 但他们都稳稳接招 那因为WTO开放以后 越南茶可以进口 那进口茶商就比较没有来这边做批发茶叶 那我们才开始有做自己的品牌这样子 想要成就迷人的茶香 要做的事可是复杂又繁琐 以蜜香红茶为例 从采摘 曝晒到户端制茶程序 就得历时将近一天的时间 融脸的过程呢 它主要是让茶叶破坏它的细胞壁 然后让它空气进去以后 会产生化学说要慢慢的发酵这样子 那它红茶因为发酵以后 它呈现出来的香气 不仅它是蜜香 那它还会有一个手果香的香气 想推广宜兰的在地茶 林辰伟将自家茶香 结合在地的特色食材 变出一道道美味料理 鸭子是选用圆山这边的一个鸭子 那因为圆山的水质很好 所以它的鸭饰养起来 它的品质都不错这样子 它是加入一个 我们调配好的蜜香红茶汤里面 新鲜肥美的鸭肉 在含有蜜香红茶的卤汁中 浸泡一个小时 直到表皮出现淡淡交涩 确保肉腥味完全去除 将红茶叶混合砂糖面粉制成腌料 随着白烟不断从锅盖的孔洞窜起 鸭肉也跟着染上一层可口的焦糖色 除了能让鸭肉快速入味 还能锁住肉汁 让肉质变得滑嫩 冰镇过的红茶熏鸭表皮更为Q弹 茶香一路渗透进鸭肉里 不仅简腻还有淡淡香气 茶鸭你一吃它的很香 其实不用配什么 你就茶鸭切切就这样 不要吃饭就这样配着一直吃 我觉得很清純 越吃越一直一口一接一口 你